大家好,很多花友养养花都想要让养花能够长出更多的新芽出来 让养花新芽能够尽快的长成一颗新苗 但是很多花友的养花在新芽吃的时候 这个新芽还没有出腹就夭折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用手拨开你的养花的土壤去观察它的芽点 那么如果你这样子经常拨动你的这个土壤 这么很有可能就会已经伤到了你的养花的这个芽点 然后导致你的这个养花新芽呢 因为这个触碰的原因它本身还没有长稳 那么就会导致你的新芽腰折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频繁的去触碰你的新芽 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给它浇了肥水 特别是浇了龙肥水 那么你的新芽本身它在还没出土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给它施肥的 如果施肥的话呢它根本就吸收不了 容易产生肥害 导致你的这个新芽腐烂死亡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施肥 就算是施肥的话呢 一定要沿着盆边来浇 不要浇到你这个新芽上面 那么就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没有做好防虫处理 特别是夏季 我们都知道夏季呢 虫害非常多 那么有些虫害它会啃食养花的新芽 把养花的新芽给啃食啃烂 那么你这个新芽根本就长不了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虫处理 防虫就要定期喷洒一些沙虫药 为了比较方便简单安全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在盆土里面 撒上一点小白药 小白药撒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不要撒到新芽上面 沿着这个盆边呢 慢慢的撒上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撒掉了盆土里面的这些虫害 那么你的这个兰花呢 就不会被虫害啃食 新芽就能够顺利的破土而出生长 所以这就是兰花新芽期间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三季 就是季动手八土 第二呢就是季浇龙肥水 第三个就是季无防虫 那么我们做好了之后呢 兰花的新芽才能够顺利的生长 那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一起再见 谢谢